吃完榴莲,榴莲壳不要扔 用它来煲汤,补到你流鼻血 今天花了259买了一个榴莲 这两环的肉还挺大个的,就是太熟了,有点烂烂的 这一环也太小了吧,不够塞牙缝 只有这一环看起来漂亮一点 我和孩子都很喜欢吃榴莲,所以偶尔会买 网上说100块钱可以买三个榴莲,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已经全部剥下来了,259就这些 这东西吃多了就费钱 花了这么多钱,榴莲皮也不能浪费了 把白色的部分切下来再切成小块 锅里倒入超好水的排骨榴莲皮 加一片姜,倒入娃哈哈纯净水 用电压力锅煲15分钟 这个汤比较温热,加枸杞和红枣综合一下 加盐和鸡精再煮一分钟 这样榴莲排骨汤就炖好了,鲜美好喝 不要喝太多这个汤呀,我怕你不到流鼻血 想喝的赶紧去买个榴莲吧 还可以跟鸡肉炖